大家好,我是Patricia 今天本来就想做一个豆角焖排骨 结果呢,又加了一个土豆 然后又加了三根小胡萝卜 现在变成了乱炖了 结果更好吃了 哎呀,真是太香了 大家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这又买了我特别爱吃的那种大扁豆 而且还挺嫩的 那我今天呢,就是换一种吃法 用这个大扁豆来炖排骨 也是非常好吃的 这个是我们从Costco买来的那种 切好的一条一条的排骨 我们就顺着它的这个份儿 就给它切成小块 这个排骨最好都先泡一泡 去一去它的血水 我都觉得它这排骨还是肉太多了 你看这整个一坨都是肉 还想吃骨头多的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排骨呢 切,你看还有这么多血啊 我们再泡 再泡一会儿 再或者就把它血水洗出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排骨凉水入锅 然后放几粒姜片 再放几粒花椒 稍微给它焯一焯啊 除出腥味 再加上几滴 料酒 好了 看看这个排骨出了很多血沫的啊 稍微让它再煮一会儿 让它把那个气 腥气都出来 这会儿呢煮排骨的时候 我们呢 就准备好的一些配料啊 葱和姜 然后我就切了一个土豆 然后把这些大扁豆都给它切好 切成块 好了这个排骨已经焯好了啊 我就把它沥干水分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炒啊 我们第一步先给它还是炒个糖色吧 倒一点油就好 先加上几小勺糖 糖这时候多一点没关系 它都融了的 就我这么点小勺 五勺 看看这个糖啊 它慢慢的就融化了啊 刚开始干干了也不用管 就看一看 糖啊已经都融化了啊 经过了 差不多这点 两分钟左右了啊 不要把它炒得太焦 这样开始猫胖了 火不能太大了 因为受热太快了 稍微里里里来 焦糖色 已经生的焦糖色了 我们就可以把肉倒进去 我就不喜欢把糖炒得太厉害 你看颜色马上来了 葱和姜可以提甜放 因为我们今天是要炖菜的 所以一会儿要多放一点汤 现在就少放一点 就放一颗炸料 这颗炸料很大 你看相当于两颗 然后再给它点小茴姜 用上太多的香料 所以我们今天再放一点料去 料酒可以多一点 其他的香菜我都放 你如果想到那些独特的情况 香叶 我们现在就加酱油 做一点酱油 因为我们不搁盐 这边呢 看点颜色加点老抽 现在我们就可以加水了 多一点哈 因为还要煮的差不多得有40分钟左右 还要加扁豆呢 好 把水没过它们 就这样炖差不多30分钟 我上个闹钟 30分钟以后我就加扁豆了 今天就不换锅了 就这个锅了啊 就是刚开始呢火大一点 煮它5到10分钟以后再慢慢的小火 好了 排骨炖了有半个多小时了 我现在就可以放这个扁豆了啊 扁豆比较不容易烂 所以先放 现在就把扁豆全部都先倒进去 盖上盖 接着差不多也得焖个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扁豆已经焖了差不多15分钟了啊 最后啊我们再把土豆跟胡萝卜放进来 现在我们觉得啊真的都不是爱吃肉的 都是为了吃菜 我们这道菜就变成了乱炖了 再接着焖 把这个土豆胡萝卜再一焖熟 这都齐了啊 挺多再焖10分钟就搞定 好了看看我们这一锅漂亮的乱炖 土豆一炖就碎了啊 我尝尝啊 嗯好烂啊 哇 连盐都不需要割 就已经非常好 嗯太香了啊 哇塞 再把这个汁再收的稍微浓一点点啊 再厂着煮5分钟 一点盐都不加吧 好像就觉得肉好像就不香 差一点 我们再加上 我这小勺啊 就半勺 有这稍微有点咸味啊 多点咸啊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我不想再炖了啊 我觉得已经很烂乎了 连那个大豆角都非常的烂乎了 行吧出锅出锅开吃 哇这一锅 又是肉又是菜的 多好啊 如果再做几个卷子 在旁边焖卷子 哇塞 下次做一个试试啊 好了出锅 我只盛了一半出来 太多了一大锅 尝一个豆角啊 哇 豆角太棒了 我最爱吃这种大扁豆了 嗯 怎么吃我都爱吃 好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咯 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啊